I'm not a shame to owe my Lord, nor to defend His cause, Maintain the honors of His word, the glory of His cross. 大家好,我是Tim,是教导大多仁多东部基督教会的成友。 欢迎您来到我们的每周博客走过圣经。 这是一个查稿圣经,而且是经营查个圣经本身的博客。 我们将在每周的周一到周四分四次播出,希望您能加入我们的学习。 我们将继续学习《创世纪》这本书。 您可以在我们的网站www.isenchurch.org或者在我们的YouTube频道上找到以前的播客。 他们在走过圣经《创世纪》的目录之下。 如果您有任何的问题,您可以在下面的评论部分发表评论, 或者发送电子邮运到answerin.orgmail.com, 我们将尽可能快点做出回应。 今天我们将继续学习《创世纪》的第41章25到36节。 下面我们先一起来念一下。 约瑟对法老说:"法老的梦乃是一个,神已将, 谁要做的事只是法老了。 七只好母流就是七年,七个好税子也是七年,这梦乃是一个。 那随后上来的,七只又干瘦又草豆的母流是七年。 那几个虚空被东风吹家的税子也是七年,都是七个荒年。 这就是我对法老所说,神已将所要做的事写明给法老了。 但是,埃及遍地必来七个大分年,随后又要来七个荒年。 甚至埃及地都忘了先前的分收,全地必被饥荒所灭。 因那以后的饥荒盛大,便不觉得先前的分收了。 至于法老两回做梦,是因神命定这事,而且必数数成就。 所以法老,当捡损一个有聪明有智慧的能,派到这里埃及地。 法老当这样行,又派光荣管理这地。 当七个分年的时候,征收埃及地的五分之一, 叫他们把将来分年一切的粮食聚捡起来,积蓄五穀, 收存在各层里做食物,归于法老的手下。 除了积蓄的粮食,可以防备埃及地将来的七个荒年, 免得这地被饥荒给灭。 那么在本章当中,我们一直在探讨着法老的两个梦, 也就是第一个关于七只肥母流, 与七只并瘦的母流。 并且,那七只并瘦的母流吃了,那七只肥母流。 第二个是关于七个肥大的麦穗, 与七个细弱的麦穗的故事。 那么细弱的麦穗也吞了那七个肥大的麦穗的。 那么尽管法老是做了两个梦, 但他们却有着同样的解释。 那么约瑟通过上帝的指示, 向法老解释了他们的意义。 七只豪母流就代表着七年。 七只病流也是代表着七年。 同时,七个好的麦穗和七个坏的麦穗也各代表着七年。 那么这里面就代表着七年是分收的年, 有七年是饥荒的年。 那么饥荒将会非常的巨大, 神人们将会忘记先前七年的分收。 那么法老两次闷到这个梦境, 是因为上帝表明他打算要做的事, 并且他不会改变主意。 正如约瑟在这里所说的, 神命定这时,而且必数数成就。 那么在读圣经的时候, 我们有时会读到上帝说, 他会做某事,但这取决于人们的 服从或不服从,换句话说, 基于某些特定的条件, 上帝所说的话也可能会成为过去时。 然而上帝所说的还有一些, 其他事情会发生,一定发生, 无论我们会做什么, 这些事情都会成真。 比如说,救主的应许就是这一个, 里面的一个例子。 那么在这里呢, 上帝将利用饥荒, 把以色列人带到埃及。 那么因为我们在创世纪第15章第13节中, 就读到上帝就预言的这一点。 大饥荒就是他将要去实现这个预言的一个手段。 那么根据对法老的预言, 约瑟的建议是, 选择一个聪明的有智慧的人。 那么在七年的大饭草期间, 监督人们每年储存五分之一的农作物, 这样子在七弯的时间, 人们就不会因为缺乏粮食而饿食。 那么法老就接受了约瑟的建议, 但约瑟并不知道他自己将成为法老所选择的那个人。 这些年来我们看到上帝一直与约瑟在一起, 现在他要将约瑟升到一个重要的位置, 以便将他的兄弟们从饥荒中解救出来。 好了,今天我们的学习就先到这里了。 我们正在明天继续接下来的这个故事的区域部分, 希望大家能到时继续加入我们的学习。 再见。 I'm not ashamed to own my Lord, nor to defend his cause, maintain the honors of his word, the glory of his cross.